这一起内湖沙童案全台关切 总统马英九表示 沉痛震惊 要行政院查明侦办 然而此时也引发了 蓝绿立委的提案之战 支持废死的林长佐 只说希望持续改革 绿营的立委也大都必谈 蓝营立委则呼吁提案 杀害未满12岁儿童 应该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残奸号召30万人上街的 白玫瑰社会关怀协会 发文打算再上街头 要求互同反费死 已经有上千人响应 谈到惨遭杀害的小妹妹 立委王玉民语气哽咽 提案杀害未满12岁儿童 出死刑或无期徒刑 同党的李燕秀也直指 台湾精神障碍医疗的不足 家属的陈情表示 家里有家暴的状况 或精神病患 需要再进去松德院所 但是每天都是满床 趁着民怨高涨 蓝营立委抢修法主导权 绿营立委却低调许多 只有王定宇在脸书 抛文提案修法 虐童杀童者 判刑定验后不得假释 但最尴尬的是 支持废死的立委们 包括时代力量的林长佐 绝口不提废死两个字 要去讨论这个国家整体 刑罚制度的这一个改革的部分 应该是会有更好的机会 小心翼翼怕引起反弹 就是因为随机沙童案 四年发生三起 频率之高 人人分开 才刚走出派出所 头戴安全帽的王姓嫌犯 被民众追打 不得不躲回室内 警政署则研判这是个案 启动快打机制因应 总统马英九也表示 沉痛震惊 要行政院查明侦办 还社会公道 行政院对此事表达难过 遗憾对家属表达哀悼 但根据警政署统计 近三年涉及故意杀人罪的案件当中 有48名被害人 未满12岁 事后哀悼 还是没有具体解决问题 有点TV综合报道